歡迎收看東京走者橋,我是維恩 本集是新手系列近期的最後一集 要來介紹東京自由行終極懶人包 其實就是五天四夜的新手行程啦 新手們記得先去頻道看完 新手必看教學系列的播放清單 那我們就開始吧 第一天我們會從羽田機場抵達後 坐車前往新宿 並在這裡吃個快速方便但很道地的咖哩 Hot Spoon 新宿是東京必訪的大轉運站與鬧區 與涉谷和池袋並列為東京的三大富都心 不少人會選擇住宿在這附近因為交通方便 除此之外這裡也是購物的天堂 有超過20家的百貨公司 而在新宿西口則有12家牛豆芭西電器行 更不用提相應而生的餐廳與巷弄中的小店了 喜愛逛街的人應該花上一整天都嫌不夠久 不過我們是新手行程 所以下一站來變換個內容 前往池公園看看人文風情 池公園的最大賣點就是可以看到代表東京的標誌性建築物 東京鐵塔 走到二樓的Prince池公園更是賞東京鐵塔的絕佳景點 在沿路經過增上寺之後 就可以前往東京鐵塔上看夕陽囉 結束了東京鐵塔相關的下午行程後 大約晚餐時間我們來到了惠比壽站 這裡是東京都會女子喜愛的區域 同時也是東京的燒肉基站區 所以晚餐就來吃東橋超推薦的燒肉 無西米茲 吃飽後來到惠比壽的另外一個重點 欣賞免費的東京夜景 在離車站五分鐘以內的路程 有惠比壽花園廣場 在這邊的大樓 惠比壽花園廣場塔的38樓 Top of the episode 就可以看到夜景啦 如果你是在12月份前來 還有機會看到燈飾喔 本集的工商時間要來介紹一個 可以讓大家在旅遊 以及日常購物中賺到現金回饋的平台 Shopbag 在你平常的電商購物流程之前 多加一個透過Shopbag連結的步驟 就可以拿到現金回饋囉 真的不是詐騙 Shopbag配合的電商品牌非常的多 從常見的PC Home24小時 樂天市場到 Yahoo購物中心 區城市 booking.com Foolpanda等等 全球超過400家電商 既然我們是旅遊頻道 就直接在booking.com上面訂房 實際操作給大家看吧 首先進到Shopbag首頁 使用Chrome或Firefox的朋友 記得先到線上程式 應用商店或附加元件站 下載Shopbag現金回饋小幫手 這樣就可以直接在網站上 看到回饋的%數 以及是否有成功囉 小幫手下載連結 請參考資訊欄 可以看到有很多配合的電商 直接搜尋你想要的電商名稱 或者是逛逛現在有的優惠活動也不錯 註冊什麼的都很簡單啦 有FB 有Email就可以了 相信大家都會 我們直接點進去旅遊的類別 就可以看到booking.com啦 其他的也有像 GOMAGI KLOOK KKDATE等等的旅遊服務 點進去之後可以看到 booking.com目前是限時最高9% 平常的話則是6%優惠 透過連結成功進入的話 就會看到右上角有 現金回饋啟動的圖案囉 接下來你什麼事都不用做 只要按照平常的流程 定行你想要的住宿 就可以拿到6%的現金回饋啦 你如果住個兩天晚上合計5-6000塊的話 就可以直接拿到 3-400塊的現金回饋囉 請注意 Shotback提供的是現金 不是點數喔 所以沒有限制使用的地方 是直接匯到你指定銀行賬戶 只要Shotback現金回饋賬戶 你超過200元就可以提領了 關於如何確保現金回饋被追蹤的細節 就請大家自己去詳細閱讀 每個電商品牌的說明囉 除了訂房之外 像是機票 套裝行程 Wi-Fi 甚至是美食餐券等等的都有 雖然現在不能出國旅遊 不過這些要拿來國內旅遊 或者是一日遊 我覺得都綽綽有餘了 如果你本來一個月 就會在電商花個幾千一萬的話 要賺個幾百塊以上 甚至超過1000的現金回饋真的不難 而且還可以跟你的信用卡 或其他優惠合併累積 完全是賺到 而且除了旅遊之外啊 各種電商平台都有 可以說是吃喝玩樂全包囉 最後 Shotback每個月都會有好友 推薦活動 只要透過邀請連結註冊 好友單筆消費滿500元的話 你們兩個人都可以得到 100元的獎勵金喔 聽完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透過資訊欄的 東橋邀請連結註冊 先賺100元的獎勵金啦 第二天的早上 我們來到了淺草 首先推薦大家在 February Cafe吃早餐 這裡有東橋雙宅都喜歡的 奶油吐司與拿鐵 吃完早餐後來到 畢坊的著名景點 淺草寺 它是東京都內 歷史最悠久的寺廟 大家都會在雷門的燈籠前面拍照 再沿著重建市商店街 一路走往本店參拜 我個人覺得這邊的重點是建築風情 與附近商店街的小吃和紀念品 第一次來會感受到 哇 好日本喔 還可以走到漁田川附近 散散步看風景以及晴空塔 今天的第二個景點 要前往距離淺草很近的上野 首先就來吃午餐吧 我們推薦CP值很高的炸豬排山家 是難得的1000日元以內 就可以吃到的好吃炸豬排 所以肉汁跟白飯絕對不會讓你失望 吃飽之後的第一站來到上野恩賜公園 它的佔地有53萬平方公尺 景色非常的宜人 春天還可以賞鷹 作為吃飽後的散步場所 超級放鬆的 園內還有國立西洋美術館 東京國立博物館 以及國立科學博物館 喜歡博物館的人絕不能錯過 上野附近推薦的景點還有阿美橫丁 這裡其實很類似傳統市場 有賣很多乾貨與小吃 最大的特色就是短短的一條街 擁有專門賣給觀光客的6家藥妝店 而且據說各自有最便宜的商品喔 另外還有專賣乾貨的二木果子 跟零食的多慶屋 日本的食物跟藥妝 在上野幾乎就可以一次買齊 下一站建議大家用走的 大約步行15分鐘就可以抵達秋葉原了 這裡是窄窄的天堂 也是宅文化的指標性地區 所有動漫相關的公仔 DVD 扭蛋 或者是電器行女僕咖啡廳等等 這裡都有 這邊還有個可以看得到電車經過的咖啡廳 因為我個人還蠻喜歡鐵道的 所以推薦給大家 就位在舊萬事橋 今天的行程非常的精華 在去玩淺草、上野、秋葉原幾個大典之後 晚上繼續安排了同樣是重量級景點的銀座 銀座地區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是擁有許多的國際精品與品牌旗艦店 第二個是有許多高評分的餐廳 推薦一些銀座的餐廳 找金港以及根式花王回轉壽司 銀座天龍本店的餃子 龍月拉麵 Mercer Brunch的法式吐司 俺のガポン 俺の燒肉等等 晚餐大家可以挑自己想吃的種類去吃 剛剛提到的餐廳都有日本的國民美食網站 塔比多顧評分3.5以上 不太會踩雷喔 最後帶大家到銀座的TorQ Plaza頂樓 有免費的夜景可以看啦 懶人包每一天的詳細行程介紹 可以在新手必看教學系列的播放清單裡看到喔 Google Maps的行程連結就放在影片資訊欄中 記得存起來使用 在經過昨天的密集觀光景點轟炸之後 第三天的早上 帶大家去個比較少人知道的特色景點 江戶東京建築園 園區內有許多數百年歷史的建築 而且他們都是復原而來的原始建築 而不是新建成的複製品 像這條昭和時期的商店街 這是我最喜歡的區域 江戶東京建築園位在五藏小金井站 從新宿過來加上大公車的時間大約要45分鐘到一個小時 但我認為很值得花時間過來逛逛 中午我們搭車到同一條JR中央線上的吉祥寺 吃中餐 推薦大家去吃東橋很愛的湯咖哩 ロジュラカレサムラ 這不像壽司、拉麵等等印象中的日本料理 在台灣那麼流行 不過卻是我心中的隱藏美食 吉祥寺是最受東京人喜愛的居住區域之一 其中一個原因是生活機能方便 車站一出來就有Sun Road商店街 以及Daya Street 這兩條很好逛的商店街 再加上百貨、各式小吃、餐廳等等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這裡有景之頭N4公園 占地38萬米平方 有大片的樹林以及中心標誌性的景之頭池 風景相當宜人 可以賞陰以及賞風 是個放鬆散步的好地方 接著不用轉車 搭乘約25分鐘的車程 來到了被稱為小巴黎的神樂坂 從神樂坂站散步前往梵田橋站 沿路就是一條上上下下的坡道 有種不同於鬧區的風景 兩旁都是不同的店家 記得前往被譽為最時尚的神社 赤城神社 參拜看看 走到飯田橋車站之後 可以看到在車站旁的 Conell Cafe 運河咖啡 如果想休息一話還有時間 不妨在這邊喝杯咖啡 看看運河的風景以及路過的JR吧 而我們第三天滿滿的行程 才正要進入晚上 從飯田橋來到了中野車站 這裡有一個叫Nakano Broadway的商場 專賣動漫相關的商品 以及二手鐘錶和攝影器材 有一點西門町萬年大樓的味道 接著搭車一站就來到高原寺 這裡是東京的古卓店集散地 在車站附近的區域有非常多的古卓店 另外這裡的店家與餐廳都開到比較晚 所以很適合晚上來逛逛以及吃晚餐 車站一出來就有油頂商店街Pong 晚餐我們推薦幾家餐廳 天婦羅專賣的Tenscape 沖繩料理爆瓶 燒鳥店Bari Tora 吃飽飯可以繼續在附近散散步 今天的行程也非常的經典 第一站就來到了元宿的明治神宮 這裡建造於1920年 是祭祀明治天皇以及皇太后的地方 也是日本年間參訪人數最多的神社 接下來是我們拿手的散步行程 就從明治神宮開始 沿著表餐道一路散步到社谷 表餐道上聚集了各種國際精品品牌的店面 是東京時尚的代表區域 我們安排的路線會經過貓街 就在表餐道橫向的巷子中 這條街跟表餐道不同 主要是年輕人逛的潮流服飾 運動品牌等等 穿過貓街10分鐘過後 就來到了社谷 準備吃中餐 推薦餐廳有 道選版Memoth的拉麵 D47食堂的定食 炸豬排Katsukiji 吃飽了可以在社谷散散步 去最著名的十字路口走兩圈 感受一下最多3000個人一起過馬路的氛圍 接下來我們就要前往台場啦 台場是東京看海最熱門的地方之一 這邊有數家大型的購物中心 再加上海灘以及廣大的鋪地 其實單獨安排一天的行程也不過分 不過我們是為了吃Bills的鬆餅 以及在海邊看夕陽而來的 有興趣的人可以把鋼彈也順便收進行程中 接著來到了晚餐時間啦 新橋這附近有很多的居酒屋 可以來吃這家清水Hanare 主要是九州料理以及許多居酒屋的定番 吃飽之後從附近的矽流搭車 就可以前往六本木看夜景了 在六本木之丘頂樓的展望台Sky Deck 因為沒有玻璃的反光 樓層也高 可以看到很清晰的東京夜景 行程來到了最後一天 因為只有半天的關係 就安排悠哉一點的行程 早上來到了中暮黑 在暮黑川旁喝咖啡以及散步 這附近有不少的特色咖啡店 像是 Starbucks Reserve Roadstreet Side Walk Stand Streamer Coffee Company等等 暮黑川兩旁都有行人步道 春天的時候還可以賞櫻花喔 喝完咖啡後我們來到了自由之丘 搭乘東極東橫線只需要10分鐘 自由之丘這裡的特色是日系雜貨以及甜點 可以先在車站附近的區域 尋找自己喜歡的店家逛逛 最後一天的中餐 不妨試試看日本的異國料理 我們推薦來自紐約的Bear Burger 它的特色是漢堡中的食材都是有機的 而且有一些少見的口味 像是香菜漢堡 如果你還吃得下 飛機時間也還允許的話 可以吃吃這裡有名的甜點店 Pâtisserie Pâtissewish 或者是Bake Shop 以上就是東京自由行終極懶人包啦 很適合不想花太多時間規劃 對於行程也相對隨性的人 新手Beacon教學系列暫時告一個段落了 希望能幫上今年底 或者是未來的任何一個時段 終於可以出國旅遊的你 我們下集見囉 掰掰 掰掰 by bwd6